快乐开冲 嗯 速久还还了一枪 哦 这边的话被进点接车了 摔下来了 分补掉啊 原出原抽 西手把这一分可以拿到 高点的一波这个压制 利维兹花石灾烂了 然后这波还要去接车 打成了残血 直接下车要反打 这波里边才是有点满的 形势不妙啊 宁甲已经过来了 但是另外一边EU的强线 手伸得够远的 又是这个人 但是按这个情况发展 T1也只能歇了呀 对 T1明天放假了感觉 哦 他还好雷火已经扔完了 他这个要搞的过程啊 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哎呀 一看BBL拿分了 T1更难受了 而且 哎 先扫了一波过点 远处的架枪打中了一枪 哦 天妹直接过来了 先扔头之物 扔到了反坡 炸斗了一些血量 直接从反射拉了过来 高点的一架枪 先打一个 这波还能去皮克 要而补装位置 近点再打一个 PRO下拿分 这波 远处牙匹 距离稍微有点太远了 被架住了 贼龙哥在对面呢 是的 很远的位置 PRO的话可以把人扶起来 动不了了 等圈拉起来以后 先把分捕了 然后直接贴近点 因为这个时候肯定就是 这个情况嘛 外界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但是我觉得只要 先把状态找回 对 那毕竟也不是说 到了总决赛的阶段 也不是淘汰赛 打顶波 直接被秒两个 同时左右开弓 我齐齐看了一眼 有蛇男架枪 出来的位置已经被锁死了 还反手压制了一下宁甲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EU 他亲手打碎了一个人的希望 给T1 这波是直接撞脸了 今年 USC先打一个 直接拉枪回来 架入门口 这波 来回的peak USC到底能不能在攻防站上 证明自己啊 感觉 不太行 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 说吧 拉过来就倒了 美咖吃了个闪 又被打成大残 哎呦枪都开不出来 感觉 约斯基很有可能要成为 这个房子操作空间也小 要下 哎 刚刚说这可能要全下班了 不过这个坑子 这全打完干上了 捕人都这么急吗 下班下班再见 嗯 已经认清了现实 看他们频率应该是已经接受了 是的 由于圈形是切过来了 所以这一波在转移过程当中 哎 马哥怎么在那个地方被扫掉了 嗯 前点 然后 你看了 南边那个高点得排 对 那个是B排 然后还有就是 废子旁边这个小闪头得排 是的 那最后局圈对于配偶来说也非常不给力啊 他们直接是沿着这个 OK 一蹲 这局已经 就这样了对吧 看圈了 然后等天路 什么时候处理完北部 是的 那次自己把自己淘汰掉 然后中心电 哦这个是酒馆 啊 这边先打一个 又打一个 WC今天状态拉起来了 他真的是每次就是在这个前提圈当中爽 爽 爽收 对就是总共有人过 有一波是这样的 但他没有主动进攻的时候呀 比如他们去以的 以别人的时候 对二拳就是那把他们一直拿淘汰 嗯 那把二拳的时候他们是找别人打的 啊 也也是江 萨萨已经开幕了 萨萨越来越近了 现在 波瑞兰可能没有想到啊 自己 今年马上 有危险了 现在就看萨萨想要打谁 在犹豫 好像有点风险 对其实还要等一下步枪信息 但是意犹显导人啊 萨萨在我意味的方向去靠了 连已经被补掉了 又倒了一个神来 主要怎么萨萨往哪边走哪边都倒人 哈哈哈 死神来了 哈哈哈 你看萨萨其实 他的嗅觉都没有问题 是的 只不过来的时候人都没了 啊 可以没有开车 那这个反坡能扫一波了吗 在北北的压枪 对吧 将一比 哎 扫下来一个 这边是有个大惨 两辆球直接开过去 最有枪线呢 补点伤害 小心 必必要摸人 哇 两个大惨 车都冒烟了 哦 阿兜自己 下车直接被flash秒掉了 虽然太残了 还能往里面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厕所 全中心的盲扎点 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但是目前来看DIY的成绩相当 天鹿狂压一手 BBL这个过滤有点长 还有持续输出的机会 没有着急丢雷啊 给了BBL一点缓冲的时间 其实好在天鹿这个森林屋还在圈里 而且南部的生态又比较复杂 暂时他们压力侧也只有BBL一支队伍 BBL如果要真走南边的话 可能天鹿会撞他去把D1打的 嗯 Pero 圈边 拿拿分 Face想要这么早去布局 他唯一的压力侧给排走了 对的 诶 照看那个头线 小左一把AUG 不看到一个 不调整了再打 一创二 可就有了配合 那直接把Face给处理干净了 但是圈是一直排着Pero走的 8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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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顶在这位置挺好的 别让近点拉过来扔雷就行 哦呦 远点高点是B2U嘛 往回撤一下 嗯 哎呦 这个位置刚好被压缩有点惨 血太残了 是的 一枪就倒了 萨塞要过来补匆匆的位置 嗯 焦燃回来了 小童也倒了嘛 小童再往回拉过去就发到了 A4A抓住开命 先放到一个 没错 谢谢打神大残 独一个雷补伤害 自己吃到了 萨塞今天在保队伍下线的能力上 其实非常出色的 看这波是否还能顶得住啊 狐狸男也在抽 上远先补人了 小童已经被补 哇 17也拉出来了 17兽在我半坡上去摸 天鹿有点糟糕 但焦燃在围墙打了一个 焦燃本来在防BBL从侧外摸人 嗯 结果回头发现了正在摸的17兽 打完了以后BBL再次回到南边反坡 对 比武器的机会 是的 他一定要卡T1 因为T1就在他屁股 嗯 BBL的这波决策 其实也多亏了BBL 因为刚才在后面好像能限制到天鹿的人 嗯 所以 刚才那个timing抓得刚刚好 T1直接被蓝军收掉 这个过点没有机会 T1被淘汰在了第9位 已经确定 天鹿和BBL还没有打完啊 主要是还有DI的枪前 所以Pero还是得稳一稳 BBL终究还是要往天鹿两边去走 已经过来了 四个人满边 围墙外很近了 直接踢到房区进点 要露头了 一瞬间 被掏屁股了 换了 匆匆被秒了只剩焦阳一个 嗯 嗯 这波有点小碎 感觉 哇 焦阳这个小提前枪 直接压制 想换子弹 但对手人太多了 底部也跑不过去了 是的 BBL还能找机会把人拉起来 嗯 还有时间 而另外一次LG 已经是到了捡鸡的脸上 还得解决啊 是 可能想等下宣核 哎 小泽把这分拿了 嗯 这局Pero已经到达10个淘汰了 是的 不过也还好 因为LG也不存在反卡 还有这个情况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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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开始给BLU开火了 所以DNA的压力变小了 并没有 Flash被Eddy放倒了 那这部LG可能是个机会吗 对LG已经开压了 有人在架枪 纪念已经在拨人了 但秒了一个 架枪的人倒了 不是QWERTY倒了 纪念PANDA已经送过来了 OLO也上来了 无理拿也开冲了 这是Pero的机会 Pero还需要拿到 Pero小组已经开始跑位了 另外机动哥在打西边 得赶紧 这波如果赶不到 连肉都不剩了 厂上的人都得打了呀 出去他们刚好剩8个 很难 吃到了远处枪线 这边只能往反坡一 爬Pero小组点 也是有些困难 近点17 速九还埋了一个 这一分拿下了 这一分拿下了 分是不是 头是不够了 对的 很难了 对吧 看BBL BBL拿下这个森林屋之后 拦不住了 12个人头 他被别打完了 三打三打一 真拦不住了 太难了 过也被抓了 过也被抓了 长龙倒了 今天小明已经顶过来了 两个 smash 脚步声被听到了 Pick第一波没秒掉 再拿过来打第二波 还有 有机会 后面长龙倒了 2打1打1 没事 道具还是很多 不用 着急救 是的 看看机会 其实盼着说 没有一个确实切过来的 对开局说了一个 Pero大十几个淘汰的机 结果他真来了 还好 这一波队友的反击很快 然后看到速九了 刚才一个后跳 明确的速决位置 锁定了 来啦 速球被炸了一脸 但还有没有伤害 他速球很难秀啊 这位置 转不起来 位置锁定了 往后 往坡后 爬两步也没那么